我覺得國土署的回應 剛剛其實至好也有這個 有稍微點到了一下 也就是說國土署他當然看起來 好像是這個依法辦事 他就說 沒有啊大巨蛋能不能夠辦這個演唱會 請北市府應該負起責任 然後依權責來自行決定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大巨蛋的建築用途是體育館 那所以演唱會是屬於活動性質 那像台北小巨蛋 然後跟這個高雄巨蛋 都是體育場館也能夠來開演唱會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那其實地方政府 你就可以自行去做決定 但這問題又來了 怎麼聽起來 這個有點疑似踢皮球的感覺呢 互踢還是 所以我剛剛就講 政治攻防難免 大家這個用詞措置 有時候都喜歡這樣子 噹一下 小酸一下 我們這個蔣官司長 因為他昨天 應該昨天啦 然後在接受這個記者採訪 在問大巨蛋的時候 大家就說 周杰倫都已經說了 他希望八月份的時候 他時候時間已經空下來了 然後希望可以來 這個有機會搞不好大巨蛋 可以來做演唱會啊 首場耶 對啊 然後還被這個酸縮 那這樣子第一首是不是要 唱那個聽見下雨的聲音 這樣子 最近我們又成一員罵的是蠻凶的 逢雨必漏 逢雨必漏 因為那天他來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聊這一題 就因為一直漏水嘛 對啊 就是屋內也在下雨 是 對那後來呢 這個蔣官司長也非常的有趣喔 就是他用了一個比較高EQ的方式來回應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在這個這一次的一個聯訪的時候 然後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他有先被這個苗布亞先批評了一下啊 也就是說到底能不能夠辦演唱會這件事情 苗布亞是說 他覺得蔣市長好像在甩鍋嘛 是不是想要丟個議會來做背書這件事 所以呢蔣官司長也被問了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說法 學長部分都很期待看到 所以我們就是不斷的努力 一關一關的克服各項的限制跟困難 我想我們都會以最快的速度 盡快來朝向 台北大巨蛋演唱會來努力 這麼努力被說不戰過會不會覺得委屈啊 不會 所以也很謝謝周杰倫他有表達 他希望能夠來大巨蛋演唱 我們也非常歡迎 我們所有大家希望能夠在台北大巨蛋 辦演唱會的歌手朋友能夠順應的舉行 我想這是我們也很期待 現在大巨蛋一直露水 第一首歌是要唱聽下雨聲音嗎 呃不會 第一首歌是 親愛的 愛上你 從那天起 甜蜜的 很輕易 告白一氣球 謝謝 我看到的時候覺得 是不是在投聊女記者 沒有啦 英台算蠻準的啦 英台算蠻準的 給他肯定 給他肯定 突然Cue然後馬上唱 英台算蠻準的喔 算厲害 英台算蠻準的 想說是要偷聊女記者 哎呦 想說欸 旁邊的人就大家都突然笑得很開心 這樣就非常有趣喔 好那我們來看喔 就是在這個苗布亞這邊呢 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 大巨蛋要扮演唱會這件事情 議會是過關了嘛 對 那苗布亞他就出來說 他說欸 這根本就是因為講亂台 不想要去擔 為遠雄鬆綁的這個罵名 所以他才讓議會來幫忙作備 我想問一下志豪 就是包含你們現在民眾黨團 就是這些議員們 你們自己怎麼看這個案子 其實我必須這樣講喔 不管是民眾黨團 還是藍綠的各黨團 我覺得大家對大巨蛋的使用 其實是目的跟這個目標是一致的 就大家都希望說 除了這個精彩的體育賽事之外呢 假設有一些比方說演唱會 或者一些非體育賽事活動 能夠在大巨蛋舉行 是大家一起一同的期望 應該這樣講 應該這樣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大家的立場差不多 那這個故事其實由來已遠 由來已久已遠 都是就是已經講很久了 簡單講是這樣 那我就從最近開始講好了 因為前面會扯太遠 最近其實我們為了幫大巨蛋 做一個解套 我們不管是藍綠白 各黨團 或者是跟這個市政府 其實做了很多的溝通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協商之前 我們也做了一個 等於說政黨的一個協商 那是可能在最後一步 就沒有完成正式的協商 所以才會有後面的那一步嘛 就是說我們後來在這個議會 又提出一個這個議案 那麼民進黨團也做了一些修正 那在整個完成之後 覺得大家都滿意這個結果 就按照這個等於說是解套了 按照這個決議去推行 所以你說到底有沒有在 所謂的不沾鍋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如果要談技術的問題 有沒有回歸到整件事情的 這個始末是這樣 其實在105 106年 內政部已經坐落一個函視了 他說其實因為 內政部的規則 加拉草最終127條 建築技術規則127條 那國土署的說法是說 那個是規定體育場館 那個是一個場館 那現在你沒有錯 大巨蛋是個體育場館 可是因為 不是講錯了 127條講的是這個 應該講是說 他是要講這個所謂的 假設你要開演唱會等等 有些規定限制嘛 可是因為大巨蛋是個體育場館 那大家說那你到底 你沒有錯啊 你現在辦的到底是什麼 所以其實國土署講得非常清楚 其實如果在這個場域裡面 你要辦這個所謂的這個非體育賽事 比方說演唱會 其實是可以由 這個地方政府做自行的決定 然後你再給予他一些 比方說像逃生防火避難的 等等這些措施 這些SOP 如果都審查完畢 都有通過 其實是可以舉辦的 是可以舉辦的 所以你說到底 到底會不會是希望 我們議會來這個 算是背書 如果要問我個人 我是有這麼一點點 有這種感覺嗎 有這種感覺 是有這麼一點感覺 不過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這個很清楚啦 大家的這個最終的目的 都是好的 都是希望我們臺北市民 或者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可以欣賞到非常棒的 這個非體育賽事演唱 比方說演唱會在大巨蛋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其實我覺得大家做了一些努力 各自這些努力 然後做了一些協商 而且前提是在 安全的狀態之下 就是我們當然不可能 去答應說 如果今天答應巨蛋 沒有經過一些特殊的審核 安全機制逃生避難等等的 這些SOP的審核 就讓他去開也不可能 對啊 所以他一定要通過 這些安全避難逃生 種種的這些審核之後 哎過關了安全了 那就可以讓所有的國民 在安全又快樂的氣氛下 去享受這些東西 那當然好事嘛 是我們一起一同的期待啦 所以大概這個過程 是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的確就是 苗布寶丹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因為他某種程度上 可能他可能覺得他講了什麼 他自己覺得的實話嘛 但我覺得這個其實也算是一種政治攻防啊 就是說他用了一些這種政治用語 然後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攻擊 但我覺得就像志豪剛剛提到 其實大家應該是一個共同的期待 重點是能不能夠讓大巨蛋來辦演唱會這件事情 能不能夠實現 那你說過程當中 或許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或是有一些起義 但能不能夠就一起往那個方向 然後前進完成最後的那個目標 應該這麼說我覺得政治圈嘛 政治攻防難免 不過從這次大巨蛋 我的確看到其實 部分黨派啦 包含台北市政府 我們必須這樣講 是蔣市長也很努力啦 他也很努力在 他講的一關過一關 也的確是這樣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層面的問題 需要考量 然後不管是從議會的層面 從市府的層面 從這個中央政府的等等層面 他的確一關要去克服 那我覺得我們 我們各個黨派其實也是很樂觀其成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一個蠻經典的 我覺得如果 也不能講如果已經可以成了嘛 只要後續的整個 防火避難逃生 通過審核 SOP建置完成 明確了安全了 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所以再透過大家的努力 只要這個事情是正確的 我覺得不管是藍綠白 一起來合作 把這件事情推動完成 是件好事啦 沒錯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國土鼠呢也蠻特別的 今天早上的時候 他有特別來做一個回應來 就是說 本來其實是台北市的體育局 就是局長王鴻祥嘛 然後他是有先來講到說 他已經依議會的決議發文給內政部 然後要確認說 大巨蛋能不能夠去舉辦非體育賽事 就剛剛其實志豪有提到的 那是否是不適用所謂的 剛提到的這個建築技術的規則 也就是說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27條 他整個整體的名稱這樣 但我們通常都會簡稱叫127條 他整體名稱比較長一點 那他說如果是這個內政部韓事 跟民國106年是相同的話 那就會請遠兄來依照 就是原本這個使照註記 然後委託專業的機構去做審查 然後驗證所謂的防火逃生 避難安全這件事情 也是剛剛就是志豪有所提到 但是呢國土署 我覺得國土署的回應 剛剛其實志豪也有稍微點到了一下 也就是說國土署他當然看起來 好像是這個依法辦事 他就說 沒有啊大巨蛋能不能夠辦這個演唱會 請北市府應該負起責任 然後依權責來自行決定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大巨蛋的建築用途是體育館 那所以演唱會是屬於活動性質 那像台北小巨蛋 然後跟這個高雄巨蛋 都是體育場館也能夠來開演唱會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那其實地方政府 你就可以自行去做決定 但這問題又來了 怎麼聽起來 這個有點疑似踢皮球的感覺呢 互踢還是 所以我剛剛就講 政治攻防難免 大家這個用詞措置 有時候都喜歡這樣子 噹一下 小酸一下 不過其實如果按照國主署這樣講的話 他如果可以很明確的這樣講 那我認為他只要能夠 萬一有什麼責任的爭執的時候 他既然有這樣講 那他就必須為他所講出來 做出負責任嘛 沒錯 那這樣講之後 這個問題的解決 如果是回到台北市政府 那台北市們也很勇敢的承擔下來 然後就把這演唱會辦成了 我覺得功勞那也是台北市政府啊 也是我們台北市議會 也是我們所有的議員嘛 但是你要講這個話的時候就說你要確定嘛 對不對 你不能隨便亂講嘛 那今天既然你中央這麼有肯定 這麼的確認的 按照之前的函事處理就可以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來走嘛 對不對 那大家就是希望一切都非常的平順 還是北市府其實也在等國土署這句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麼說 我個人啦 我個人看 我覺得106年的那個函事已經算是很清楚了 那當然啦 我覺得如果以現在的蔣市府來講 他想要double check一下 他想要再確認一下 我覺得也沒什麼不可以 也沒什麼不可以 但是我必須提醒喔 那你的double check之後 那你就要好好做囉 你不能說現在國土署回覆 或者你再按照我們議會的決議 因為我們議會的決議 其實是希望他能夠再去問一下內政部 那如果這一次內政部這個 因為他是國土署早上是發新聞 他沒有正式的回函 那如果這次市政府發過去 然後他也正式回函 是如同106年的函事 這個邏輯是一樣的話 那我覺得台北政府就跟他動起來 就不要辜負我們大家的期望 嗯 好不好 這個反正國土署現在話 竟然都已經講到這份上了 都講到這份上了 都講到這份上了好不好 北市府那我們就好 地方就也扛下來了嘛 這個責任扛下來 那如果真的最後能夠來 完成這個眾所矚目的演唱會的話 也是議員們也都 一起努力的一件事情 那不然要不賭教 到底第一個會是誰辦 是周杰倫嗎 他只是想要準備 他到底已經準備了 搞不好會是第一個 而且萬一八月還真的趕不上 泰勒斯可以來嗎 誰什麼誰 泰勒斯可以來 應該可以 大家一直在敲完泰勒斯 你知道台灣很多就是年輕朋友 然後因為泰勒斯沒有來台灣嘛 所以有些都特別什麼飛新加坡 然後飛到國外去聽 我都哇這個泰勒斯經濟真的是不得了 現在不是很多韓團也蠻夯的 對啊也是啊 對啊那個我女兒好喜歡喔 真的喔 真的好喜歡 可能是有個蠻長的名字 我是不是不太記得 考驗一下你現在對時尚的韓團 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對很多的 新的那些討論 我是記不起來啊 那個好多好難喔 都快要不認得 太難了太難了 好那其實為什麼這個 會讓大家一直討論說大巨蛋 到底能不能夠去辦演唱會這件事情 一方面也是因為大家看到說 哇這個高雄真的是發大財 你知道嗎 對 高雄的巨蛋好不好 高雄的巨蛋 他竟然這個可以賺45億的觀光財 那就變成像這個台中那邊也在討論說 那台中巨蛋之後有沒有機會 就是也可以來 搞不好也像這個辦個演唱會啊 我們可以去賺一些觀光財啊 之類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台北市的這個大巨蛋 現在也是在討論說有沒有機會 好不好 慢慢把這個觀光的效益 然後把它帶進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我們台北大巨蛋的條件 是有的 有 你怎麼好好去規劃 就是首都欸 那因為現在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解套了嘛 那解套之後就是這個 真的要拜託我們要建讀台北市政府 要好好把它做 因為你知道台北市 大巨蛋是位於在東區商圈附近 還有新一商圈 等於是在中間的位置 那如果你把大巨蛋的這個 這個生意做起來了 那你不但可以繁榮附近東區的商圈 那同樣新一商圈也可以帶動起來 所以我們台北市民也是好處 那如果說你有額外像 那比方說像高雄巨蛋可以穿那麼多45億 那對我們台北市更有實質的好處 對不對 所以加油 萬安加油 加油 你知道之前啊 曾經有過一個陰謀論 這也是市面上在傳的 這個不是我個人的 不是我個人的言論 這是我有聽到一些市面上的 這個陰謀論 當時都說什麼 為什麼台北市這個大巨蛋 好像看似好像演唱會被卡了很久 或什麼的 那時候一直有一個說法說 好像是因為中央就希望 給高雄能夠多一點的這種 你知道機會 所以因為現在的確他整個很多的 那種國際的這個展演者 然後他們都跑到了就是高雄這邊去 那本來這個有耳聞啊 一切都是風聲好不好 有風聲說 因為不希望這個餅被人家給分了嘛 所以這個看似被卡了一段時間 但國多數欸 今天回應算也還算蠻正面的 是我寧可相信這不是真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這個 雖然晚了起步啦 但是我們覺得台北市 應該是可以迎頭趕上的 我覺得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議會 議會也會非常支持啦 也會非常支持 加油議員們加油 努力努力 對啊我覺得現在這個 大家都很期待就是可以這個 演唱會 但重點好不好 不要再漏水拜託 你知道這個 這個我覺得要 這個 這個真的很辣纏你知道嗎 宥誠議員也在 我們都有在監督啦 其實我覺得 遠雄可能也要負起責任 就是說我們台北市政府 要好好的監督他 至少不要說大家看球看到一半 這個正開心 然後水就滴下來 或者說演唱會唱到一半 啊還有水可以 這樣實在不太好了 這個拜託這個遠雄 真的要好好檢討一下 你知道那天宥誠來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聊到 聊到那一次嘛 然後後面其實大巨蛋 還有在漏水 因為前陣子雨都太大了 然後那個大巨蛋 就一直在那邊漏水 我想說這遠雄應該 應該遠雄照理講應該要緊張啊 之前蔣市長其實話已經說到蠻多 他說其實是有考評的 那你最差是可以解約的 是可以啊 是可以 所以我們其實在議會 也有訂一些方式啦 希望可以確實監督到遠雄啦 我必須這樣講 我們不是要刻意為難 就是說我們把該做的有做好 我們也監督不到嘛 對不對 比方說你不會漏水 不會發生火警等等等等 那我們當然就希望都平平安這樣最好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真的發生問題 我們也不是要為難 那趕快把問題做個妥善的解決 讓大家在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下 不管是看球還是聽演唱會 我是大家之福啦 嗯 沒錯沒錯 剛剛跟大家另外補充 因為我剛剛不是提到說 高雄那邊就是轉這個45倍嘛 那其實外籍的旅客也是暴漲了10倍 很好啊 對啊 那個經濟效益非常棒的 非常棒的 真的是很希望有機會的話 把台北大集團衝起來 衝起來 一定可以的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劇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義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義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義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義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拔身體障礙 拔身體障礙 除了保養 在ㄧ耳中 尷尬 電架 莫